我们来看看这个题 这个题我在之前已经讲过了一遍 是在十一题中 我现在来再说一遍 这道题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 你逻辑结构上是一个对列 你现在想用物理结构上一个单链表 来承载这个逻辑结构对列呀 那么我们从逻辑结构上来考虑 逻辑结构上这就是一个对列 我假设左边近右边出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对尾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对手呀 对尾是入对使用的 而入对就是在物理上就是插入节点 对不对 而对手是出对 出对在物理结构上 是不是就是一个删除节点呀 在对尾这里 如果你想插入一个点 是不是你到底指针指向是这样指过来 还是这样指过去的都无所谓呀 只要你有这个指针 不管你是这么指过来 还是这么指过去的 你都可以在后面添加一个新的节点 怎么添加 这个是不是这样添加 这个是不是这样添加 是不是 一个是投插法 一个是尾插法呢 也就是说 只要你有对尾的指针 你能找到这个指针 你一定是可以插入的 所以说 我们关注的重点 在这里 在对手这里 对手是不是出对呀 出对在物理结构上 是不是一个删除节点呀 那么你想要删除这个节点 记不记得 有一个对手指针 现在指着这里呢 让你能够找到这个对手 那么你删除了之后 你是不是应该把这个节点 制成他现在应该在的位置 也就是现在的新对手呢 在他的后面 也就是你指针要改的指向这边 那么你如何找到这个节点呢 是不是 你要通过他 找到他 所以你指针的指向 应该是这么指过来的呀 也就是说 你在物理存储上 你的一个指针的指向 是由对手指向对尾的 那么你是一个由对手指向对尾 单链表中是链头指向链尾 那是不是你的对头 就是你的链头呢 所以说 是不是就是A选项 好 这道题就讲到这里